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年少不知杨宗伟 中年才懂李宗盛 美光灯下 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正在深情演唱 让往事都随风去吧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 仍在我心中 虽然已没有他 嘶哑的嗓音中 透着沧桑 浅白的歌词里又写满了哀伤 台上的歌者闪闪发光 台下的听者热泪盈眶 他就是华语乐坛的音乐教父李宗盛 2022年初 他远赴美国举办演唱会 一首首喜泪悲欢的经典老歌 唤起了人们久远的回忆 而与李宗盛一样 让听众泪线崩溃的音乐人 便是被奉为催泪歌神的杨宗伟 每每唱歌 他雌性的声音 总能叫人听出心疼的感觉 事实上每一首歌 都代表一种心情 一种经历 他们的歌不仅是故事 更是人生 其中有不可说的色 躲不过的难 和逃不掉的苦 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经历 自然也会品出不同的滋味 1958年 李宗盛出生于台湾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是瓦斯杭的老板 母亲是国中老师 从上学时起 他的成绩一直很差 中考落榜后 不得不在一所私立工专就读 可是别人读了五年就毕业了 他读了七年 还修不够学分 也正因如此 他的父亲放下狠话 你注定是一个没出息的人 亲人的嘲笑和疏远 让他苦闷不已 那时陪伴他的只有一把 木吉他 怀揣着对音乐的热爱 李宗盛和好友组建了木吉他合唱团 在一次演出活动中 他认识了已经小有名气的女歌手 郑怡 时间久了 他们暗生情愫 之后 郑怡所在公司准备为他出新专辑 需要一名制作人 在他的极力推荐下 公司决定试一试 并不出名的李宗盛 李宗盛制作了首张 名为《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的专辑 没想到 郑怡红了 李宗盛也崭露头角 他们的感情日渐升温 而他因为表现突出 而成为台湾乐坛抢手的制作人 不久便应邀加入滚石唱片公司 还有了实现梦想的机会 不免也少了和郑怡相处的机会 感情矛盾越来越多 原剧原散终有时 在一日日的失望和失落中 两个人曾轰轰烈烈的爱被消磨殆尽 他要的陪伴他给不了 他们分了手 不久李宗盛和张爱佳合作 他写《爱的代价》时 张爱佳已经结婚了 但他们之间却有着剪不断 理还乱的关系 多年以后 在李宗盛的演唱会上 张爱佳担任嘉宾 接到话筒后 他问了一个让人惊讶的问题 你有没有爱过我 李宗盛立马语色 演唱时却泪眼婆缩 或许这算是 李宗盛写给张爱佳的 最后一封情书吧 走吧 走吧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走吧 走吧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走吧 走吧 为自己的心 找一个家 平时直白的歌词 说透了世事 道尽了心酸 引得很多人 触情落泪 歌者情之生也 对于爱已入心 情已入骨的人来说 有些歌瞬间 就可以把他们带回从前 而作为李宗盛的 关门大弟子 杨宗伟的不少歌曲 也道出了失恋的忧伤 低回婉转的声音 温柔细腻的表现 也是一开口就让人忍不住 泪雨滂沱 一曲听说爱情回来过 唱出了错过的遗憾和离别的唱榜 一句 惊绝爱 事无我中 爱而不得的压抑 化解不开的悲痛 久久不能平复 有粉丝评价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喜欢杨宗伟 她既像是倾诉者 也像是倾听者 她的歌里 有超脱 有彻悟 却又在极力掩饰 那些难以忘怀的伤痛 曾梦寐以求的 海誓山盟的爱情 也不过 黯然心碎 这就是 爱的代价 到了1986年 惊人介绍 李宗盛结识了 时任香港电台节目DJ的朱卫音 郎才女貌的两个人 你浓我浓 迅速坠入爱河 一个在台湾 一个在香港 他们常常靠着电话 诉说着对对方的思念 两年后 朱卫音有了结束异地恋的想法 李宗盛立即答应了 朱卫音还是安心在家里 做闲内住 时间一长 所有的浪漫和激情 都变成柴米油盐的琐碎 若是生活一如既往 他们也许会平淡地 相守下去 可天不遂人愿 李宗盛 遗情别恋了 在他的演唱会上 他盛情邀请林一连做嘉宾 且毫不顾忌台下的妻子 和林一连共同演唱了 《当爱已成往事》 他嗓音里的深邃 和他眼眸里的柔情 混在一起 唱哭了台下的粉丝们 他对他的膜拜 他对他的怜爱 悄悄记记地 留在心里 事后 朱卫音给林一连打了一个电话 没有问责 没有辱骂 只是告诉他自己一家很幸福 林一连明白他的意思 只身前往加拿大 李宗盛听闻后 抛家弃女 追随而去 在林一连的寓所外 他等了一夜 一腔痴情 让他大为感动 这一晚经历 后来被李宗盛写成了 为你我受冷风吹 为你我受冷风吹 寂寞时候流眼泪 缠绵浅犬的歌词 让人听得情不能自已 人心最是深情 也最是凉薄 他追得家人归 却将漫天的痛楚 丢给了妻子 朱卫音是明世之人 体面地退出 在他们分开的四年 李宗盛和林一连 就走进了婚姻 只是事事难料 婚后的他们 并不如以前那样爱得 痴缠爱得难分 即使深情四海 也敌不过岁月蹉跎 任谁 都是如此 因为各自忙于事业 而不得不分隔两地 李宗盛处于事业最低谷 林一连迎来事业高峰 加之性格差异大 他们两人间的关系 日渐疏离 仅仅过了六年 他们成了彼此的旧人 十几年后的演唱会上 他们隔空对唱 当爱已成往事 李宗盛几度哽咽诗声 私人已去 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恋 果真 成了往事 年少不听李宗盛 听懂已是 不获年 新一屋说 一辈子那么长 一天没走到终点 你就一天不知道 哪一个才是陪你走到最后的人 有时你遇到了一个人 以为就是他了 后来回头看 其实他也不过是这一段路 给了你想要的东西 他们 也是如此 那奔赴爱情时的一腔孤勇 到最后都变成了一声沉重的叹息 爱了便以为天荒地老 厌了便即刻一刀两断 从此 各自安好 他们也懂了 即便身边没有了那个曾心心念念的人 自己的人生 并没有不同 结束第二段婚姻后 李宗盛迁居北京 创办了手工吉他厂 以女儿们的名字首字母命名 很多时候 他到点就会放下做琴的工具 赶着回家给女儿们做饭 他也会参加一些访谈节目 与朋友们畅聊音乐和人生 梦想起于尘埃 生活归于烟火 人间烟火气 才是最抚凡人心 曾经他歌唱着凡人的苦辣酸甜 那时他沉迷于温情的烟火人间 慢慢地与他凡俗的生活磨掉了锐气 增添了静气 2009年 沉寂已久的李宗盛推出一首 给自己的歌历时引起了轰动 每个人的一生中 都有想要不可得的无奈 都有该舍舍不得的彷徨 一句歌词就是一个故事 一段旋律就是内心的起伏 他半生的苦涩 都被埋进了人生的山丘 听者或失声哭泣 或静默无言 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 喋喋不休 再也换不回温柔 十年的跌宕 挫败孤独感悟 绘成一首歌 寥寥树言 字字刻骨 声声戳人 唱尽苍凉 听来都是心碎的声音 或许只有历经波折的人 才能淬炼出这样震撼的歌声 才能洞悉着歌声里的深意 他用一首歌回顾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一个个字 一个个词 一句句话 铿锵有力 叩吻着人心 没爬过山丘 无数的期待在心头 爬过了山丘 却发现已无人等候 但纵是如此 他终于敢放胆 嬉皮笑脸 面对人生的难 从年少轻狂 白发苍苍 跨过坎坷的他 不再焦虑 不再惊慌 至此 他与自己和解 亦与生活和解 他也直言相告 希望粉丝们 不要像他一样 经历的这般多 几年之后 杨宗伟唱了一首 《月过山丘》 来至李宗盛 歌里是无尽的岁月 是酸涩的人生 逆着背影 婆娑的人流 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 灰灰衣袖 怕作别往昔的时光 也作别往昔的自己 他的歌声里 竟是千帆过尽的沉稳 是千花细静的平和 是润物无声的温暖 有人说 再凶猛的海浪 也会归附大海 再热烈的感情 也会归于平静 无论以往的人生经历 有多么的惊天动地 今年岁月后 一切都将过去 心中再无大江流 眼前只是平野阔 越过山丘后 大多数人 在回想走过的路时 纵然有很多心碎时刻 也能微笑释然 千篇一律的情歌 比比皆是 至情至性的歌手 万里挑一 李宗盛和杨宗伟 是无可替代的 我们每个人 也是独一无二的 从他们的歌声里 我们大都可以找到 自己的影子 人生如歌 歌里有千种情 半种伤 他们的一首首歌 将年少的梦想 爱情的挣扎 分离的苦涩 事实的艰难 一一参透 那些深沉的歌词 那些动人的旋律 给了我们 回望过去的机会 有些情 止于唇齿 有些爱 掩于岁月 但每一首歌 都触碰着回忆 年少不知 杨宗伟 中年才懂 李宗盛 他们的歌 是他们的故事 也是我们的故事 周国平说 人生中 不可挽回的事太多 既然活着 还得朝前走 人之一生 生活有起起落落 感情有分分合合 可我们还是要 乐观以对 我们都曾 久经雨雪风霜 饱受世事戳没 很多歌曲 虽不会撕心裂肺 却让人碰彻心扉 他们从不刻意煽情 我们却早已泪目 有人感叹 听懂他们的歌 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因为这就意味着 你已经满意封尘 身在局中 所以歌里的离仇别怨 愿你永远不会躲 歌里的人间质苦 愿你永远不经历 往后余生 愿你每一天 都活得热气腾腾 今天的文章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 可以在文末 点亮赞和再看 也可以在留言区 说出您的观点 更多美文 请您继续关注 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您的朋友 和家人 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安东尼 我们明天再见